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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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爷 可不是嘛 摩姐啊 你家里都还好吗 爷爷都很好 家里一点事都没有 你们什么时候 才能回学堂去上课呀 方丈说要等水退了 才能开始清理 还淹水呀 那可真是麻烦啊 爷 学堂会不会玩了 学堂怎么会玩了呢 学堂只是被泥水弄脏了 清干净就好了 真的吗 突然又想上学堂了 以前不喜欢学堂 不喜欢上学 今天才知道 我很爱学堂 小栗子 你不要担心 想想方丈说的 还好 没有任何人受伤 也没有人不见了 大家都在啊 一定会有办法的 是啊是啊 大家都在啊 就是最感恩的福报了 哎 儿子啊 看看我们有多少人哪 大家一定会齐心合力 把学堂恢复好的 不用担心 大家都在 是啊 大家都在 我们清了这么久 缺点进展也没有 一定会有清完的一天的 阿卜 你已经变成淤泥一样了 你不说话 我也以为你是淤泥 准备把你铲掉呢 要清到何年何月才清得完呢 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难道你有好办法吗 都什么时候了 他们怎么可以那么开心 我们应该学习他们 辛苦工作 开心地做 我没他们那种心情 好累哦 阿卿 你不累吗 我也好累 我也累啊 可是比起男生要清淤泥 我们已经轻松多了 这么多淤泥 清得完吗 别担心他们啦 我们还有得醒哦 对 我们要赶快恢复学堂 同学们分组跟堆积如山的 淤泥奋战着 只是清理了大半天 却仿佛没什么进展 我受不了了 我们休息一下好吗 好 真羡慕天空的云 可以这么悠哉地飘啊飘的 没想到清这么久 还清不完 有种怎么清也清不完的感觉 好想念以前上学的日子 我已经看不到希望了 孩子们都累坏了 爷 我们真的还能上学吗 是啊 孩子们累傻了 学堂只是脏了 清干净就能继续上学了 可是我们都清了这么久 根本清不完啊 就是啊 就是啊 对啊 再难都不能放弃希望 能够大家一起努力着 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啊 大家振作起来 开心笑起来 来 这种时候怎么笑得起来 这种需要能量的时候 才要笑啊 要有好心情才笑得出来 咱们先笑出好心情 用愉快的笑把眼前的难关度过 嗯 这个说法好像也有道理啊 大家笑啊 笑一笑 紧张得肌肉放松了 笑一笑 再来思考原本觉得困难的事 那么再难的事也会变得简单了 哈哈哈哈 嗯 嗯 摩洁 这些书要放在哪里啊 哦 就按书本的大小 放在门口的书柜吧 哦 好 摩羯 那我这些要放哪里 跟小栗子的书放一起吧 嗯 好 我的书跟你放在一起 就是啊 好多书哦 真想看啊 阿喜 你准备好了吗 快好了 好高兴 学堂终于可以重新开学了 学堂整理得跟新的一样 比原来更好呢 喝甜汤咯 哇 太好了 甜汤哎 这段日子大家辛苦了 今天我煮了一大桶甜汤来慰劳大家 请尽情地喝啊 谢谢小栗子 不客气 嗯 真好 香哦 香 同学们 经过这段辛苦的日子 大家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方正 本来真的很辛苦 苦到我们真的以为学堂不可能清干净了 嗯 我们应该感谢陆先生 是他教我们哈哈笑之后 就不觉得辛苦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最重要还是大家共同合作 努力去做才能达成呢 这就是所谓一笑天下无难事 是吧 是啊 当事情感到实在很困难 比起皱眉头 不如大笑几声 真的让难关溜一下的就过去了 嗯 嗯 痛苦的时候 真想不到会有这么开心的一天啊 对啊 对啊 还有 你们看 书柜里的书又是全新的了 有很多没看过的新书呢 嗯 这是因祸得福啊 哈哈哈哈 相信大家以后会更加珍惜一起学习的日子 这才是大家更大的福气 会的 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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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